中华官文化教为今开始到12月20日 第六甲后期别墅推出小溪天新生条件 无亲坡无相遇北京连电 现场都在电视25天作品跟组团的聚会得做 古特典显专专业派得适 依静在后期的基础典显身上的气势 大家都是正品 中华官文化教为今开始 第六甲后期别墅推出小溪天新生条件 无亲坡无相遇北京连电 小溪天新生条件为第六甲 他专专派的条件手法出名 无关是条件、作形、插线、闻色、泄水都真有叠色 第五代团人无亲坡在这里面做技术新团长 他的新生条件基业 映下宗教、技术和名利 坚持亲手条件服装 观察买主的五官、生相、面相和制压点点 再来掌握条件新生的表情 来保护买主的好分 全州派的小学生要学面相 也要学玄学 不是只有雕刻、装佛 每个人的面相从古至今 就是有面相学这个东西 然后我们家传也是有面相学 这个人是好、是不好 兄弟多或者是少 多情或者无情 有浪财、没浪财、有财户、没财户 都会在脸上 把这个不好的地方把它补起来 耳朵太小就把它补起来 就是说什么叫补库 那是说把不好的地方把它补好 小七天神像雕刻这个部分在入港 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派系 那其实在吴静波老师的时候 就可以说是这个名阳四海 他们家族的一个整合的特色 就是整个面相 在雕刻的时候会参考这个 这个业主他们家里的生肖 还有面相来补他们一个服气 所以他们的雕像不是事先做好等着买家的 而是观察过买家的一个面相 还有家族的一个状况之后 才为他们量身定做 可以说是非常具有个人的家族的特色 那这一次的展出呢 展出的副始总共25件作品 欢迎我们所有的乡亲 来参与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连展 这次小西天神像雕刻 吴静波、吴湘羽、白鸞烈电 电器到12月20号 会有庆祟的面穿全都兴兴 新中华新闻措26天 彩虹报登